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查清楚了 身份信息是真实的 只是 好 我知道了 你走吧 凭什么 我还没问你呢 你昨晚到底对我做什么 你问我 当然了 在没有查清楚事情真相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耍无赖 你看新闻了吧 你要是现在赶我走 我就出去造谣 就说 璀璨总裁相残有 床上功夫七秒钟 良香一夜 哎 你放心 我在你身边就是为了查明真相 不会占你便宜 好 那我答应你 不过你要为我辟谣 从现在开始 你是我的助理 也是我的表弟 相亦 那天 我在酒店喝多了 是你一直在照顾我 等查明真相 你立刻从我身边消失 好 成交 大表哥 不过身份资料嫌扣下你 作为缔结契约的凭证 你若不听话 就公布你变成男人的事情 好 互相有个牵制也挺好 总裁 真要把他留在身边吗 我实在看不懂 太荒唐了 韩再勋会安排这么个人 能不能说我们搞错了 我怀疑身份信息是真的 人是假的 正是因为看不懂 所以才把他留在身边 看他能耍什么花样 去查一下 这个男人和梁湘怡的关系 还有那群记者 是不是韩再勋派来的 是 总裁 轮哥 轮哥 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就发展到这一步了 除了这种乌龙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真的没有意思要耍你啊 我怎么能敢耍你呢 轮哥 是啊 你怎么敢耍我呢 轮哥 你要相信我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我一定会让你得偿所愿的 真的 轮哥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梁湘怡送到你床上来 好啊 我知道你是梁湘怡为眼中钉肉中刺 这件事你做成我了 我也送给你一份大的 谢谢轮哥 谢谢轮哥 记住啊 订房的事 一个字都不要提 否则 你知道好吗 梁湘怡 我去 怎么样 季欣联系上了吗 没有 花姐 姐姐电话打不通 去她家叫人也没人开门 那你报警了吗 报了 但是后来进去之后家里也没人 警司说先被人暗 让咱们也在找找 毕竟是女明星 肯定比普通人好找 这件事先封送消息 好 花姐 姐姐不会出事了吧 在原地啊 你还在那原地吗